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不是一个PP的学习技能 而是一个图片的下载方法 为什么会分享这个呢 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做PP的时候呢 图片下载会占用他们很大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图片的下载也是有方法和窍门的 只要我们掌握好了图片的下载方法 至少可以节省我们50%的时间和精力 我记得我之前有给大家分享过关于图片的搜索 以及一些专业的图片下载网站 那里会有很多的一些图片的一些素材和整理 供大家下载 但是呢我们在实际做PP的过程中 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找那些 很专业的图片素材网站 或者我们不需要那么专业的素材网站 我们只需要一个相对还不错的图片 最好是能够现手拎来的图片库 是最好的 能够立马运用到我的PP的内容中 那今天我教给大家的一个方法 是一个偏技术层面的一个操作方式 它能够快速的帮我们下载我们想要的图片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例子 我有个同事 他在做一个方案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一些图片 他发现苹果的官网里面有很多高质量的图片 而且非常适合他的方案的那个内容 所以呢他想去苹果的官网去搜索个图片 然后找到下载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他是怎么去找的 首先我们打开苹果的官网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确实质量图 还不错的一些图片 对吧 然后呢我的同事他找到了一张图 他觉得这张图还不错 然后呢他就会习惯性的右键点链存为 但是我们会发现 有的图片网站或者有的官网 他是有图片保护的 所以他并没有链存为 这是我的同事的第一个反应 我相信99%的人的第一反应也是这么操作的 那如果没有链存为的方式之后怎么办呢 我同事就想到另外一个方式 截屏 我直接上面截屏 然后再链存为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方式没有什么问题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这个方式是一个最快的 也是最紧接的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说你的PPT对图片的质量要求非常高的话 这种截屏的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尤其当他遇到第二种情况 他还发现了一张图也还不错 比如这张图 他觉得这个图非常好 非常适合他的那个PPT的内容 然后发现这张图也不错 但是显然他也不可以链存为 然后我的同事又采取了就是截屏的方式 但是这里又会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图片上的文字怎么办呢 我同事很懊叫的告诉我说 他会PS 他会把它P掉 然后我就在那静静的看他P了20分钟 把这两个几个文字也P掉了 看到这里我才发现 原来很多人不知道有一个图片的一个下载方法 那今天我就教大家一下 如何快速的去下载我们的网站的图片 这个快速下载图片的方法叫做审查网页元素 我们实操一下 首先我们点击右键 找到有个审查元素 我们点开审查元素 然后会出现很多这样的一个原代码 这个就是网站的一个前台的代码 大家不要有压力 也不要紧张 忽略它 找到我们前台上面有一个sauce sauce的就是来源 然后我们找到有page 就page就是页面 page下面一个top 我们点开 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就是苹果的官网 我们点开它的苹果官网 然后我们会发现它下面有很多的文件夹 大家不要紧张 然后呢我们从上面找 基本上只要设计到有iPhone 或者是Image这样的一些文件的 基本上都是我们储存图片的网站 我们可以找到iPhone11 看一看这里有个Image 我们找到 然后这里就有很多 有两个文件夹 这里有一个是手机的一个图片 我们再往下看 这就是camera 这就是刚刚出现在我们的那个页面上的那个图片 然后会发现 在上面可能没有我们要的那张图片 那这个是我们关掉iPhone11这个文件夹 我们再往下看 看到V这个一个文件夹 我们选一下 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选项 还有iPhone11的一个选项 我们点开 点开之后我们发现有个Image 点开Image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选项 还有camera 我们点开camera看一下 然后你会发现 这里就好多的图片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右键 然后选择OpenImage in New Tab 就是打开一个新的一个网站 这就是它的原文件了 我们直接右键图片链成为 然后就可以下载好这个原文件图片了 但这个图片依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张图 我们还要再往下面找 然后这里全都是关于手机的 我们再往下看 英文好的朋友可以直接就找到了 我这英文不太好 所以呢我得一个找 就是这样图 然后我们选择右键 打开到一个新的标签里面去 然后这个图就是我们的那个原文件的图了 对吧 而且关键是没有文字 然后我们把它图片链成为存储起来 这样的话这个原文件的图片就被我们找到了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到你的PPT的内容去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同样的我们可以再看一个 比如我们打开一个宝马的一个官网 这是我刚已经打开了 我们还是可以选择那个右键审查元素 当然我们还有快捷键 大家可以直接按F12 或者是FN加F12 因为有的时候快捷键是不一样的 然后一样的 你看这个是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找到source 然后找到page page上面有个top 下面有一个官网 BMW的官网 我们点开官网 然后这里有很多的选项 对吧 我们选择其中一个 然后呢这里有common 我们再选择 homepage 这里就有很多的一些官 基本上跟这个相关的 其实都已经是图片了 然后呢 我们选择一起用一个 比如说这个 这里很多nudge 就应该是大图的意思 我的字面理解应该是这样子 您看 这里就有很多关于图 那个车的一些图片 对吧 很多 我们一样的选择一个图片 点开 哇 右键 链存 这样图片就已经被我下载下来了 这个呢 就是通过审查元素直接找到我们网页上的图片的原文件 然后右键面存保存就可以下载我们的想要图片网上了 当我把这个下载图片的窍门告诉我的同事的时候 他都惊呆了 他从来没想到说原来在网站上可以直接这么去下载一张图片 估计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么一个下载方式 这个就是我今天教给大家图片下载的其中一个窍门 但是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还要再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更加方便 更加快捷的图片下载方法 第二个图片下载方法是图片插件 这个图片插件叫图片助手 它是一个批量图片的下载器 我们需要手动去下载安装一下 一旦安装成功之后 在后续的时间中是非常方便和快捷的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我们还是以苹果官网为例 这是苹果官网的很多图片 刚才我们已经教给大家一个图片的 一个审查元素的一个下载方法 那如果说我们用图片插件助手 我们该怎么去获取呢 大家注意看 在整个浏览器的右上角 有一个图片助手的一个插件的图标 我们点开苹果官网后 我们点一下图片助手的插件图标 然后会出现一个提取本页图片 点击 大家注意看 这样的话 整个iPhone的官网的所有图片 就会全部提起出来 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那张图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另存为 是不是非常方便 这样的话你们都不用一个个再去查找 每一个文件家的那个描码键呢 它直接帮你把所有图片全部一键提取出来 而且是平补出来 这样你想点哪一个图片都可以 包括这些小的icon图标 全都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我们再换一个 比如说宝马的官网 一样的点击它 然后选择提取本页图片 它基本上它一键就帮你把所有的图片 全部帮你提出来了 无论大的小的 全都有 包括这些半透明的 这样 如果说你们再用到一些 比如汽车的一些图片元素的时候 你们都不用去百度上搜了 也不用去一些专业的图片网上去找了 你看 基本上全都有了 而且全都PNG的图片 是不是非常方便 所以说这个图片助手的这个插件 非常非常的有用 建议大家去安装一下 因为它整个安装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输入一下它的图片下载的网址 然后我们点开 这个图片助手的网址就会出现了 这个图片助手 它其实是谷歌浏览器的一个助手 但是现在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应用的 包括360的也可以 因为我的浏览器是360浏览器 所以我选择的是安装360的浏览器 点击这个安装的一个链接 然后你们看到 这里有一个已安装 是说明我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我们不用安装了 如果你们没有安装的话 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可以点一下安装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快捷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关于图片下载的两个超使用的方法 是不是非常的棒 所以大家如果学到这两个方法之后 赶紧去实践一下 尤其是图片助手 如果有条件的话 一定要安装一下 因为它非常的方便和快捷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分享再见